在我们的印象中 迫击炮通常结构简单 基本上就是由一根管管两个杆杆一块板斑构成 炮管内外都是光滑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 大多数迫击炮也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方面 法国研制的RT-61型120毫米重型迫击炮 和传统迫击炮比较起来就有些另类了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法国RT-61型迫击炮系统 说起迫击炮 它的来源还是很悠久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欠豪战非常盛行 尤其是在西线 双方都修筑了大量的防御攻势 都想以一代劳等着敌军发起冲锋 再用火力压制将其击垮 但是这样的僵局一直维持了一个冬天 直到法国迫击炮的优异表现 才打破了这个平衡 凭借着机动能力强的特点 迫击炮被运到了前线 依靠着弹药弧度大的优势 攻击敌军阵地 而敌方却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一枚枚的炮弹飞过来 就是没有办法攻击地形被坡上的迫击炮 在世界大战上大放异彩后 迫击炮得到了各个国家的重视 纷纷开始研制自己的产品 而时至今日 迫击炮方面的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了 如果说步枪领域的大明星是AK-47 火箭筒领域的大明星是RPG 那么迫击炮领域的大明星 肯定就是法国的RT-61了 在世界各国的迫击炮家族里 法国与荷兰联合研制 由法国汤姆逊布朗德公司生产的 RT-61型120毫米线糖迫击炮 堪称长盛不衰的奇葩 这种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重型迫击炮 既有便于投送的战术灵活性 又有堪比大口径重炮的威力 至今仍在许多国家军队服役 若是论年纪 诞生于1964年的RT-61 绝对算得上老炮当道 虽然早早就已经开始研发 但因为法河两国希望该炮能保持一定的先进性 所以在量产之前进行了多次改进 直到1973年9月才列装法国空降炮兵团和机械化步兵团 以及荷兰海军陆战队 主要用于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 法河两国的精益求精也得到了回报 1986年 RT-61参加美国陆军120毫米迫击炮选行竞标 激押美国各大厂商并获得美军订单 同时被美陆军收作改进后 命名为M237迫击炮 随后日本巴基斯坦希腊土耳其等国家也开始争相采购 时至今日RT-61也仍在这些国家中服役 其实相比之下RT-61和美国M237并没有多大差距 性能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 如果硬要说出一些不同之处的话 估计也就炮价有些不一样了 该排击炮重582公斤 其中炮身114公斤 炮价257公斤 座板190公斤 长3米宽1.9米 这样的尺寸和重量对于步兵来说 已经算得上是重炮了 所以机动方式通常采用的是轮式吉普车 或装甲输送车牵引 行军战斗转换时间为90秒 战斗行军转换时间120秒 炮班人数通常为6人 与传统迫击炮相比 RT-61有许多创新和改变 因为习惯性的思维 大家总是可以一眼就看到管状物体外部的螺纹 从而想到散热片 就比如RT-61迫击炮的炮管 从炮口开始的三分之二炮身外部都刻有螺纹 这其实是炮管高低机的一部分结构 由于该迫击炮使用带有横轴的轮胎式炮架 无法使用常规迫击炮的三角形炮架 配合高低机调节炮管高低角度 所以设计为直接将高低机套在炮管上 一方面简化了结构 而散热作用则只是一个顺带着的小功能 RT-61迫击炮的炮架由摇架和下架组成 摇架上的高低机、方向机及水平调整仪 与传统的迫击炮结构基本相同 高低设计为正30度至正85度 在不移动作版的情况下 方向设计为正负14度 高低机和方向机是传统的涡轮涡感传动机构 可以粗条和微条高低与方向射角 摇架上连接有带手轮的钢制套筒和扭杆式悬架 下架由一对炮轮和车轴组成 它的作版为传统的等摇三角形结构 编长为1.15米 作版底面有Y型加强筋 用以承接火炮较强的后座力 加强筋底部设有助厨 可以将作版固定在地面 防止在火炮射击时作版发生移动 影响射击精度 该迫击炮配有带预制弹线刻槽的PR14型榴弹 PRPA型火箭增程弹 PRAB型反装甲榴弹和PRECLAR型照明弹 也可以发射传统的M44式120毫米尾翼稳定迫击炮弹 其中普及最广泛的便是PR14型榴弹 该榴弹长过890毫米 内装4.4公斤TNT炸药 抛口出速每秒365米 最大射程超过8000米 最小射程为1.1000米 落脚为60度至70度 对人员的杀伤效堪比军师级部队才有的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 该炮弹配用离地炸点2.5米的进炸引信时 其杀伤范围能接近1900平方米 使用火箭增程弹时的最大射程为1800公里 已经具备与105毫米火炮相媲美的水平了 而且它的威力还要更大 其性能完全可以满足为步兵提供直接火力支援的需求 可以适应多种不同的使用环境 除此之外 RT-61的炮管内部一改传统的滑塘结构 内堂刻画出40条缠度为10度30分的右旋等级航线 可视弹丸通过自旋提高飞行稳定度 从而提升射击精度 在2009年10月的一次试射中 美军用M237迫击炮发射的一枚火箭助推增程弹 再射程17到18公里处的圆盖力误差 还不到10米 这种惊人的精准度显然已经超越了当时现役的绝大多数迫击炮 甚至很多榴弹炮的精准度都还不如它 相比于自行榴弹炮 这款火炮不但紧急战斗反应快 火力也十分的凶猛 120毫米炮弹的出速可以达到365米每秒 在山地环境作战简直就是轻步兵的噩梦 有很多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 RT-61迫击炮从炮口装填到发射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 一般迫击炮不都是弹落底就激发敌火立即发射的吗 其实RT-61并没有普通迫击炮那么简单 它所采用的是拉发模式 炮弹扔进炮堂后并不会立即发射 拉动炮尾的发射机后才会将炮弹发射出去 也可以由后方的炮手拉动绳子 带动炮尾激发机来发射炮弹 这种发射方式特别适合迫击炮排骑射 以及发射具有时间要求的特种弹药 譬如激光赤岛排击炮弹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射速太慢 RT-61的爆发射速仅有每分钟15发 而市面上常见的排击炮射速通常可以达到每分钟20发以上 1979年爆发阿富汗战争后 西方国家开始满世界的寻找适合游击战的武器弹药 在对比了多种武器之后 他们认为RT-61现弹排击炮最为适合阿富汗战场 因为这种大口径排击炮的射程较远 精度较高且弹丸威力大 可以成为阿富汗游击队的最重型的远程火炮 无需再为游击队配备轻型榴弹炮 客观而言RT-61迫击炮通过精密的结构和较重的炮身 换取射击稳定性和打击精度 似乎战场机动性和炮手操作性不如其他国家的轻型迫击炮 但由于其较大口径带来的毁伤效果 和种类齐全的弹药及较高的射击精度等优势 自从在多个国家装备部队以来一直没有被取代 尤其在一些中小国家受地域环境 经济实力和工业基础等因素影响不方便使用 或者干脆买不起155毫米口径的大威力榴弹炮 只能选择大口径迫击炮作为替代品 努力通过技术与战术的同步创新 使其能在特定条件下与155毫米榴弹炮形成火力对抗 为有效提高战场机动性和降低炮手战场上的操作强度 许多国家已将RT-61集成到轮式车辆或履带式车辆上 变成能够打了就跑的自行迫击炮 日本更是为其增装反后座装置 较大幅度的降低火炮后座力 以便将该炮安装在轻型车辆底盘上 同时美国还为该炮研制出多种用途的精确制导弹药 使得本就不容小覷的RT-61如虎天翼一般 迫击炮的出现虽然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了 但是它依然没有被淘汰 并且各个国家也仍然在进行改进加强 可以看出迫击炮在战争中的地位 所以说虽然科技在快速的发展 有些传统的东西仍然是不会丢弃的 毕竟老古董也有大作用 好了 关于RT-61迫击炮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